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一觉醒来 我发现自己竟然跟上司睡在一张床上 完了,全完了 年终讲梅了 宿醉之后,我头疼得厉害 一睁眼 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腰上还搭着一只胳膊 我迅速掀开被子 看了一眼,好家伙自己那是一丝不挂 脑子瞬间嗡嗡响 我颤抖着手拉开被子 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是姜景,我的顶头上司 一瞬间五雷轰顶 我整个人都妈了 怎么会是她看着地上散乱的衣服 我悄咪咪走下床 飞速穿好衣服 逃离这个地方 祈祷江景不记得自己 我给闺蜜打去电话 奈头还没睡醒 喂 我怎么在江景呢 是你死活扒拉着人家 不愿意松手 没办法只能让她送回家了 好吧,我的锅 挂了电话 打车回到住的地方 今天中午还得去上班 去上班的话不就玩完了 这要是被江景认出来咋办 不管了,先请个假看看批不批 果然老天王我,不批假 我磨磨蹭蹭卡点进的公司 一路上提心吊胆的 江景是出了名的火炎望 难沟通,被她盯上的人 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坐到自己的工位上 我看向总裁办公室 好像江景还没来 平时江景积极地不行 都提前来公司 闺蜜发来微信 什么叫你在江景呢 她没送你回去吗 你说你在她呢 你们不会发生了什么 哨而不疑的事情吧 快给我讲讲 我要听 就是你想的那样 刚回完闺蜜的微信 一抬头 就看到江景走向总裁办公室 她来了 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总裁秘书过来通知 我们准备开会 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员工提醒我 今天江景心情不好 工作尽量别出错 省得被她抓到小辫子 我是最后一个进的会议室 找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 跟个安纯一样缩在一旁 也不敢抬头看 但是总感觉有人在看我 平时开会 我也是这样坐在不显眼的地方 江景的手指 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 看着许年年 一点一点地往后缩 气得她恨不得立马把人抓过来 明明昨天晚上是她先主动的 早上醒来人不见了 床头放了几百块钱 我有数不清的钱 我缺她那几百块钱吗 把我当什么了 提上裤子就不认人 我看她能装到什么时候 会议结束 我心里喜滋滋地 准备一个剑步 冲出会议室 就听到江景的声音 许年年留下 完了 她要来找我报仇了 等到其他人都出去了 我站也不适 坐也不适 江总 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修改吗 江景就那样看着我 也不说话 那眼神怪吓人的 你昨天晚上去哪了 她问我去哪了 好小子这在试探我 我要是说谎的话 你江景的脾气 我没啥好果子吃 要不就直接承认了吧 星月酒吧 去那干嘛了 去酒吧还能干嘛 当然是排油解难啊 喝酒 你倒是承认的怪快 喝完酒去哪了 这明显就是 揣着答案问我 且看我表演 我一个大闪过去 抱着江景的腿 江总 我错了 我不该失恋了 去酒吧喝酒 更不该酒后乱性 你怎么罚我都行 就是别扣我年终奖 这种事 你也占的便宜嘛 都是成年人了 我就不找你要说法了 说完还挤出来 几滴眼泪 原谅我 实在是哭不出来 你还想找我要说法 你胆子不小啊 平时没看出来 你胆子这么大 我斜眼看江景的脸色 感觉好像 她也没那么生气 怎么感觉她有点开心 难道她喜欢 被白白占便宜 那你说怎么办 抬头 我抬起头看江景 褐色的眼睛 倒映着我 哭得梨花带雨的脸 我承认 是有一点自恋的成分在里面 江景看着哭得眼睛 红红的许年年 她记得 昨晚她也是这样 哭着求劳 不自在地咳嗽一声 江景脸扭向别处 看着窗外 站起来 不扣你年终奖 但是这几天 你随叫随到 一听这话 我立马来了精神 不扣年终奖了 出去吧 我立马给江景 来了个九十度鞠躬 还贴心地替她 关上会议室的门 门关上之前 江景还维持着 那个坐姿 看着窗外 也不知道在笑啥 愉快的一天 就这样过去了 马上就要下班了 闺蜜打来电话 我找了个 没人的地方说话 你们那个活颜望 没找你麻烦吧 没有 没有找我麻烦 就是这几天 我得随叫随到 听她的 就这 你放屁吧 我怎么不信呢 真的 我骗你干嘛 按照你之前 给我吐槽 你们总裁的事情 他肯定是个 很龟毛的人 怎么到你 这什么事都没有了 那我不知道 你之前跟江景认识吗 不认识啊 咱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 你说呢 好了不跟你说了 我下班了 一扭头 江景就站在我身后 吓得我手机 差点扔出去 江总 有什么事吗 没人的时候 可以叫我名字 跟我去宴会 你开车 好的 有加班费吗 江景给了我一个白眼 有 跟着江景 走到地下车库 一辆麦巴赫 停在那里 他把钥匙塞我怀里 打开车门 给我说了一个地址 那时整个A 是最豪华的酒店 也只有像江景这样人 才有资格进去 江景看着我缓缓张口 先去给你买一件衣服 好的 一切服从安排 系上安全带 启动车子 江景还是那样看着我 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江总 你能别这样看着我不 你一直看着我 我没法好好开车 江景扭头 看向别处 跟前男友分手了 没看出来 江景还有八卦的一面 对啊 他劈腿了 我就把他甩了 哦 为什么劈腿 张奇那孙子 跟他初恋两个人聊上了 去开房的时候 被我撞见了 问他 他还死不承认 别让我看见他 看见他我非打他不行 越说越生气 我把手里的方向盘 捏得搁直响 生气归生气 不要捏我方向盘 那是真皮 好的 江总 从后视镜能看到 江景微微上扬的嘴角 有这么好笑吗 哎 第一次谈恋爱 就遇到这种事 难受 江景笑出声 分了就好 到了商场 江景让导购 给我挑选一件 适合我的衣服 导购给我拿了一件 月白色 吊带微领长裙 侧边开叉 这好看是好看 关键是 我穿了还怎么开车 江景似乎想到了这一点 没事 你穿吧 我开车 江景注视着我 眼神透露着温柔 怎么回事 感觉这氛围 一下子暧昧起来了 从十一间出来 不得不说 这裙子好看 衬得许年年 本来就白的皮肤更白 剪裁合适的腰线 让许年年的小腰更细了 微领的设计 增加了一点小心感 侧开叉 突出了许年年的大长腿 江景的目光 从他出来的那一刻 就没有离开过他身上 就这个了 我也挺喜欢的 除了商场江景 把他的外套披在我身上 还贴心地为我拉开车门 一瞬间有一种被他照顾的错觉 我晃了晃脑袋 怎么可能 那可是江景 身边秘书都是个男的 从知道他名字到现在 连个绯闻都没有 公司的八卦群甚至讨论过 他喜欢男的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没有 没有就好 我们今天晚上主要目标 就是跟许氏达成合作 许氏比较低调 很少参加宴会 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知道了 江总 江景深深地看我一眼 语气温柔 你可以叫我名字 江景 我从来没有见过江景温柔的一面 工作上他严谨到极致 不允许有一点差错 所以每次我跟他汇报的时候 都特别小心 反复检查自己的报告 生怕自己出错 或许是见我迟迟没有回答 他又开口 没关系 不叫也可以 坐在后排 我还在想刚刚那一幕 给闺蜜发去微信 我跟江景去参加宴会了 逛了商场买了一件礼服 关键是他让我叫他江景 这我哪敢 买礼服我可以理解 参加宴会嘛 总得穿像样 你确定你们之前不认识吗 我仔细想了想 这24年来所认识的人 没有啊 我不记得我跟江景接触过 再说了 江景长这么好看 我会不记得 坐在后排的我偷偷打量着江景 衬衫袖子卷起一截 露出结实的小臂 头发整体向后梳 整个人张力拉满 好看吗 视线在后视近处碰撞 我率先扭过头 该死 差就被迷惑了 江景看着许年年红红的脸蛋 笑意直达眼底 就这样 两个人一路无言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下车时 江景还贴心地为我拉开车门 这一刻 给我一种 我不再是职场小员工的错觉 谢谢 江总 江景低头注视着我 到了里面 跟紧我 我抬头看向他的双眼 好像落入了一汪深潭 跟着江景 进入酒店 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了 看见江景的到来 纷纷扭头打量着我们 更多的目光是疑惑探究 因为江景出席宴会 从来不带女伴 今天却带了一个我 我轻轻扯了一下江景的衣角 江总 我能干点什么 你跟着我就行 我点点头 跟着江景 看着他熟练的与人交际 真厉害 能在短时间内 把公司带领到这个位置 整个A室 就江景一人做到了 许事看我太无聊 江景低头 靠近我的耳边低语 后边有个小花园 你可以去逛一会儿 记得回来找我 不要走丢了 温热的气息 喷洒在我耳边 让我渐渐红了脸 有点热 我低头快步走向小花园 江景注视着许年年的背影 一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是跟江景关系 比较好的朋友灵芝 那谁呀 介绍一下 从你进来 你的重心就放在他身上 那眼神都能拉丝了 江景瞥他一眼 说了句 你不懂 顺便打掉了他的手 走到别处 灵芝一脸无语 我不懂 切 我比你懂多了 丑丑这串的骚包样 不就是想让人家多看你一眼吗 这时我坐在后花园的椅子上 吹着凉风 一阵细细酥酥的声音传来 还有谈话声 似乎还听到了我的名字 我背着手 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看到了一对熟悉的身影 是我那不要脸的前男友 跟他小初恋 两个人正亲的难舍难分 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看到我一阵恶心 掏出手机 我就卡卡一顿拍 可能是我的目光太明显了 张琪的小初恋看到我了 一声尖叫 鬼呀 张琪立马把她的小初恋 搂在怀里 细声安慰 连连 没事了呀 忘了介绍 张琪的初恋 姓肖 叫肖白莲 我就这样抱着胳膊 静静看他们表演 张琪安抚好了肖白莲的情绪 这才看向许年年 她发现许年年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跟她在一起时 穿着便宜的衣服 整个人特别不起眼 换了一身衣服 有点让她高攀不起的感觉 甚至把她怀里的肖白莲比了下去 你怎么在这 我告诉你这种地方 不是你想进来就进来的 看到张琪可恶的嘴脸 我一阵反胃 张琪的长相是那种温柔挂的 当初追我的时候 对我嘘寒问暖 没少下功夫 看她做人做事还算不错 这才答应跟她在一起 不到两个月 她就变了一副嘴脸 整天对我挑三拣四的 那时候我刚进公司 忙得晕头转向 也就没空搭理她 谁知 她竟然跟她的初恋 两个人勾搭上了 你管我怎么进来的 倒是你怎么穿得 跟酒店服务员一样 张琪昂着头看我 目中无人 我现在是这个宴会的负责人 只要我想随时能把你请出去 萧白脸趴在张琪的怀里 一脸崇拜 哇 哥哥你好厉害 忍不住了 我想上守山 他们两个 是吗 我怎么记得宴会的负责人 不姓张 年年 你可能没来过这种地方 不懂这里的规矩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教你 张琪上下打量我 只是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 萧白脸恰到好处的出生 该不会 她被人包养了吧 张琪厌恶地看着我 年年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记得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的你是那么温柔 我打断她的话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 我就是想告诉你 不要再到处造谣我了 当时跟张琪分手以后 她便在我们共同的圈子里 四处造谣是我先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萧白脸把张琪挡在身后 都是我的错 不关哥哥的事 你要找 就找我的麻烦吧 张琪把萧白脸拉进怀里 那叫一个心疼 年年 把照片删了 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 哪来的脸说这种话 我要是不删呢 听了我的话 张琪准备抢我的手机 我扭头 提着裙子就走 她快步追上来 拉住我的手腕 年年 听话 我听你妹呀 你个臭傻叉 滚远点 张琪依旧不依不饶 慌乱中有人推了我一下 眼看我就要摔到草地上 一个人摟着我的腰把我扶了起来 隔着布料就能感受到那人胳膊上的温度 没扭到脚吧 是江景 关键时刻江景赶了过来 没 我低头整理着衣服 江景运怒地看着张琪跟她的初恋 叫来了宴会的负责人 宴会的负责人 不敢惹恼江景 叫人带走了张琪和她的初恋 原来张琪就是在宴会中一个打杂的 竟然被她吹嘘成宴会负责人 晦气 认识这种人 真晦气 江景还在搂着我的腰 低头看着我 不用跟这种人生气 有人会收拾他们的 抬头对上了江景的视线 炽热的目光让我有些不自在 江景收回了手 走吧 许诗已经出来了 好 大厅里人头攒动 人们都想跟许诗搭上关系 毕竟许诗是一个百年企业 根基稳固 人脉也更加宽广 出席宴会的是许诗的董事长 许光明 他走到江景身边 率先看了我一眼 然后才看向江景 江总 年纪轻轻就坐到这个位置 未来只会更好 你说是吧 自然是比不过许董您 许光明又把视线落在我身上 我低着头 不敢回看 江总身边这事 怎么一直低着头 江景看我低着头 不经意间 替我挡住了许光明的视线 许光明锐利的眼神 看向江景 江总 你这身边这人跟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能不能让他抬一下头 看他是不是我认识的人 完了 瞒不住了 许光明是我的父亲 大学时期 我跟他意见不合 他希望我回到公司 而我不喜欢去公司 我更喜欢随性自然一点的生活 因为这个 我们大吵一架 一气之下我离开家 不再花我爸给我的一分钱 这就导致我大学时期 需要去兼职 穿的也是平价的衣服 我偷偷看我爸 看得正起劲 我爸一把把我从江景身后拉出来 翅膀硬了是不是 不需要爸爸了 是不是 我低着头 不敢看他 许光明拉着许年年来回 看了好几遍 他不懂 为什么自己家有公司 许年年还是要出去 虽说这几年 表面他没管过许年年 可是他只要有时间 就会去许年年工作的地方看看 看着自己捧在手心里的姑娘 在奶茶店做着奶茶 被客人训斥 他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想着许年年就是一世兴起 可能过一段时间 就会自己回家 可是 等了好久 也不见许年年回来 他又找了过去 看见许年年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他心都要碎了 要不是怕许年年去到更远的地方 他早就把许年年抓回去了 江景在两人之间来回看 原来许年年竟是许世的千金 我轻轻拽着我爸的袖子 爸爸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充实而又开心 许光明气不胆一处来 那生活有什么好的 你从小一点家务都没做过 现在却尚赶着干那些活 你图什么 这些是许世的家事 江景也不好开口 什么时候回家 我抬头望向我爸 向他撒娇 这段时间忙完就回去 许光明瞪了一眼江景 江总 你这公司还怪忙嘞 我赶忙拉着我爸的衣袖 爸爸 我明天就回去 许光明慈爱地看着许年年 算你还有点良心 没忘了我 许光明目光落到江景身上 越看那时越生气 行了 江总 聊聊我们的事吧 江景跟许光明上二楼 许年年一个人找了个角落坐下 上了二楼 许光明找了位置 正好能看到许年年的身影 他身上的锋芒散去了很多 只剩下温柔 年年 从小没吃过什么苦 他很聪明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 他一个人出去的时候 我并没有拦着他 我知道孩子长大了 有了自己想法 我们做父母的 只要做好孩子坚强厚盾就行了 他尽管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切由我 江景眼神含蓄 把对许年年的感情藏得很深 许光明弯了一眼江景 看他那是极其不顺眼 行了 我知道你小子什么想法 别藏着掖着了 江景对许光明拘了一躬 重新做了自我介绍 许董您好 我是江景 二十五岁 今天来也是想跟您达成合作 我相信我们都会走得更远 许光明赞赏地看着江景 掏开其他情绪 江景确实是一个人才 既然是合作 我可不会看在黏黏的面子上 就给你放水 江景微微一笑 这一点我跟许董一样 既然是来合作的 就没想过让许董放水 许光明拍拍江景的肩膀 示意他坐下 那我们就来聊聊你带来的项目 我在楼下等得都困了 也不见江景下来 正打算上去看一眼 就看到江景自己一个人脚步虚浮地走了下来 我急忙过去扶着他 江景喝了不少 脸蛋红红的 一半的重量压在我这边 好不容易把他扶到麦巴赫旁边 他却站得不动了 直勾勾地看着我 见我不理他 便开始撅嘴 没见过这样的江景 我起了逗弄他的心思 一把捏住他的脸 让你整天板着个脸 让你天天吓我 落我手里了吧 你爸爸喝得不多 他助理在旁边 你不要担心 还以为江景会说什么 竟然说的是我父亲的事 在他下来不久 我父亲的助理就给我发来了消息 行 我不担心 咱们上车吧 我推着江景的后背 想把他推进车里 可他整个人扒着车门不松手 唉 你到底想干嘛 为什么不上车 江景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 松了手乖乖坐进车里 真心累 怎么江景喝完酒变成这样了 我以为江景喝完酒 会给我来一套霸总雨露 坐进驾驶室 系好安全带 就听到江景略带委屈的声音 你怎么能不记得我了呢 明明说好了 会陪着我 我震惊地回过头 看向坐在后排的江景 他整个人放松着 身上的力气少了很多 看我的眼神有一种我不懂的感情 有点像被抛弃的委屈感 照他这么说 看来我很早之前的确见过他 只不过 我自己没想起来 我正准备问江景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 他头一歪 靠着椅子睡着了 把江景送回去后 已经很晚了 我打了车 到住的地方已经凌晨了 躺在床上 怎么也睡不着 失眠了 脑海里面一直在重复那句话 你怎么能不记得我呢 唉 难受 想睡却睡不着 我拍拍脸 试图让江景滚出自己的脑海 蒙着被子 闭上眼 强行睡觉 不睡也得睡 第二天 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是我闺蜜唐唐打来了的 按下接听键 唐唐那略带兴奋的声音传来 我曹 我知道在哪见过江景了 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小时候那个邻居 就是那个八百年也不回来的邻居 他家当时有一个小孩 可瘦了 那就是江景 只不过当时好像不姓江 姓顾 叫顾明 我一下从被窝里坐起来 整个人都精神了 你怎么知道 我越看越觉得 在哪见过江景 就是想不起来 我就把他的照片 给我妈看了 我妈说 就是小时候的顾明 你记得不 咱们小时候还一块玩过来 当时没人跟他玩 你就拉着他 偏要跟他一块玩 笑死了 你这习惯从小到大都没有变啊 小时候强行叫人家跟你玩 长大了还这样 被闺蜜这一提醒 我好像想起来了 小时候我们那一片的 小孩我都认识 就邻居家的不认识 他们家常年没人 偶尔回来一次 那一次回来的时候 带了一个小孩 瘦瘦的 还没当时的我高 我们在那玩 他就在旁边看着 我看他一个人在那 孤单得很 就拉着他的胳膊 非得让他跟我们一块 玩过家家 我当妈妈 他当爸爸 闺蜜跟其他小孩 当我们的孩子 玩了几天熟悉了 他偶尔会主动找我玩 我怎么也没想到 当时那个瘦不拉几的小孩 会是江景 后来他要走 走的时候还跑过来 拉着我的手说 让我不要忘了 让我一直陪他玩 我当时小 脑子里面想着 赶紧回家看喜洋洋 就那么随口答应了 江景竟然记了那么久 不过真的很符合 他小时候那傲娇的模样 明明很想跟我们玩 就是不说 搞明白了怎么回事 心情好了很多 正好今天休息 今天回家去 没跟我父亲说 打算给他个惊喜 到家了 张仪过来给我开门 到了玄关处 我喊了一声爸 没人理我 往沙发上看去 震惊我了 江景在这 我爸从厨房出来 端着一盘水果 就知道 你要回来 给你切了你喜欢的水果 自从知道了 江景是小时候的共鸣 我现在还没法直视他 倒是江景一直看我 我找了个离江景 比较远的地方坐下 我爸过来挨着我坐 下巴朝江景的方向 抬了抬 这都不用我介绍了吧 今天他是过来谈合同的 他的提议很不错 今天过来再讲一下细节 如果可以的话 过几天就会签合同 我一边听 一边吃着水果 是我喜欢吃的草莓跟芒果 我爸跟江景去楼上聊了 我一个人在外面闲逛 不知不觉走到了小时候一块玩的地方 时间过得真快呀 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 你知道了 回过头是江景 他脸上带着喜悦 是啊 我知道了 我看像比我高了一个头的江景 现在的他又高又瘦 腰也细 还有腹肌 磕磕 跑偏了 他回望着我 微微笑着 是不是变化很大 是啊 小时候那么瘦 一块工作了这么久 硬是没认出来 唯一不变的就是你那傲娇模样 自从江景知道我认出他了以后 每天接我上下班 在公司也不避险 不是送花 就是送奶茶 搞得全公司都知道我们有私情 终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趁着给他送资料的空档 我把总裁办公室门一把帆锁着 拍着他的桌子问他 你到底想干嘛 你这样我没法工作了 江景看我这样 更加兴奋了 年年 我喜欢你 我在追求你 我福而无语 现在的江景 一天给我发八百条微信 恨不得整个人沾我身上 就连我的闺蜜也在吐槽我 那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吗 我不喜欢这样 你这样对我的生活造成影响了 江景低头沉思一会儿 随后郑重地看着我 告诉我可以 自从跟江景聊过以后 他不再在我上班的时候 给我过多的关注 我的生活渐渐地跟以前一样了 唯一不变的就是 江景发微信的频率 年年 马上就要下班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最近新开了一家餐厅 我带你去吃怎么样 是不是 我这样你觉得很烦 你要是觉得烦了 我以后少给你发微信 我就是想带你去吃饭 看到江景的微信连环轰炸 我被气笑了 旁边的同事见我下班了还不走 一副我都懂的表情 我答应跟江景去吃饭 他表现得异常兴奋 一会儿偷偷看我 一会儿又自己搁那 刺着牙笑 就很无奈 去餐厅的路上 江景话说个不停 给我介绍这个餐厅的由来 味道如何 看着面前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我尝了一口 确实很不错 坐的是靠窗的位置 可以看到A市的夜景 一束束烟花在夜空中炸开 江景小心翼翼地拿出放在背后的鲜花 年年 我喜欢你 可以跟我在一起吗 江景满含期待地看着我 微微颤抖的手指暴露了他紧张的心情 好 烟花很美 但人更美 番外 江景 我叫江景 今年二十五了 还没有女朋友 是个单身狗 我知道底下的员工在嘲笑我美女朋友 甚至会怀疑我的取向 没关系 我不在意 我有喜欢的人 我一直在找她 我会为她守身如玉 我喜欢小时候跟我一块玩的女孩 小时候爸爸妈妈离婚了 我跟着妈妈叫顾明 去了一个新的地方 我有点害怕 看着那一群小孩们玩得很开心 我很想跟他们一块玩 但是我就是不说 一直在他们面前晃荡 终于 有人发现我了 是个小女孩 她强硬地拉着我的胳膊 我就这样被她拉走了 加入了他们 我们一起玩了过家家 我当爸爸 她当妈妈 我有点害羞 不敢抬头看她 她的闺蜜当我们的孩子 但是她闺蜜好像不开心 一直瞪我 因为我没有加入的时候 都是她闺蜜当爸爸 后来我知道了她叫年年 很好听的名字 我想主动找她玩 但我又不好意思去 就等着她来找我 等啊等 等了好几天 也没见她来 我鼓起勇气去找她了 我们玩得很开心 可是没过多久 我爸爸过来 他要把我接走 走之前 我去找年年了 我拉着她的手 想让她别忘了我 想让她继续陪着我 她答应得很快 我很开心地 跟着我爸爸走了 后来我又改回了 原来的名字江景 再回去的时候 他们一家已经搬走了 我找不到她了 我们有一张合影 还是刚开始在一块玩的时候 年年给我拍的 幸好有她 我才能认出年年 我成立了一家公司 我知道年年她家很厉害 只有我变得优秀了 我才有资格站在年年身边 所以公司成立初期 我加倍努力 别人不理解我 为什么要这样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只是为了有资格 站在她的身边而已 后来公司的人士 拿着新招来的 员工名册给我看 我看到年年的名字 那一刻 我非常庆幸 自己变得优秀了 而不是小时候 那个瘦瘦小小的自己 我拿着年年的简历 看了好几遍 我确定就是她 我迫不及待地去找她 却听到她说 她有男朋友 那一刻我觉得 整个世界都灰暗了 一瞬间 自己的努力 好像都白费了 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去看她 但是年年会回避我的目光 我这才意识到 年年似乎没有认出我 我不停给自己灌输 年年有男朋友 她过得很好 不可以去打扰她 但是在见到最久的年年以后 那些心理防线 全都崩塌 我扶着喝醉的她 听她讲自己跟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 又怎么发现她劈腿的 我心里只有心疼 心疼她受了委屈 喝醉的年年 异常兴奋 抱着我哼哼唧唧 一夜荒唐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人不见了 床头放着几百块钱 我很生气 生气自己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 我马不停蹄赶去公司 想跟她解释一下 却发现她在躲我 好像有点害怕我 我让她一个人留下 解释的话挂在嘴边 又说不出来 年年对我一直很疏离 在宴会上 我见到欺负年年的人 我恨不得把她打一顿 但是不行 不能下着年年 我去请教我的好朋友灵芝 她谈的女朋友多 她知道怎么追女孩子 她只告诉我了一句话 嘴是拿来说的 不是放那当个摆设 我想了好几天 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后来 我去看了爸总小说 我误了 我吸取了小说里面 爸总的教训 明白了一个道理 嘴是拿来解释的 不是用来强吻别人的 终于凭着我的聪明才智 我追到年年了 开心 故事二 听说今天总裁 要来我们部门视察 所有同事都敲手期盼 唯独我 悄悄地躲进了卫生间 因为公司的总裁 成子浩正是我的前男友 五年前 因为我家里的一些变故 我不得已从他的生命中消失 因为爱情这种奢侈的东西 我再也不配拥有 直到上个月 我应聘进了他的公司 因为这里的薪酬待遇好 也因为我需要钱 我仔细地听着 外面一阵喧闹过后 逐渐安静了下来 我小心翼翼从卫生间探出头来 左右张望了一下 确定一切安全 赶紧跑回工作岗位上 也许低着头且不乏太快 我和一个结实的胸膛 撞得满怀 我猛然抬头 成子浩的目光 已猝不及防地落在了我的脸上 他整个人如僵住了一般 可幽黑的眸子里 却似有波涛汹涌 一时间无言以对 因为我无法面对他 我尴尬地从唇齿间 挤出两个字 真巧 成子浩正正地看着我 嘴角微微牵扯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性德部门主管帮我解围 方楚楚 你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去工作 是 是 我盲点着头 快速闪开 眼见成子浩脸色难看 部门主管忙陪着笑脸说道 总裁 新来的 不懂事 等我回到了位置上 成子浩仍正愣在原地许久 下了班 我回到那个 我和我弟弟两人 挤得不足十平米的小单间里 我弟弟今年高考 功课特别忙 晚上十点 我习惯性地看着窗外 等他晚自习回来 无意间我留到 一辆车牌为 CC0609的黑色奔驰 在我家楼下停了许久 因为6月9日是我的生日 也因为成子浩在美国的那辆车车牌也是 CC0609 车上坐的人 我看不清他的脸 可我能猜到他就是成子浩 或许他从公司的入职登记表上 知道了我家的地址 或许他还有一丝怀念我俩的过去 6年之前 那时候我和成子浩 还是在美国的留学生 我们租住在一间小阁楼里 阁楼虽小 却很暖和 因为每天晚上 成子浩都会把我抱在他的怀里 和我一起畅想我俩的未来 想到这泪水迷了我的眼 那天 成子浩说 要去英国参加一个研讨会 说他回来之后 要给我一个惊喜 我上午刚把他送上飞机 下午就接到国内传来的噩耗 我父亲因生意失败 被追债的人追到跳楼 抢救无效 我顾不得收拾行李 买了最快的机票 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却不曾想下了飞机等着我的 确实 受不了刺劲 神经失常的母亲 和一个尚且年幼的弟弟 还有堆积成山的债务 我把母亲送进了疗养院 这些年 我一边带着弟弟 四处躲避债主的追讨 一边拼命打工还债 第二天 刚一到公司 部门主管就堆着笑脸 走到我的面前 记得以后 多在总裁面前 帮我美言几句 他舔着脸说道 他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 见我一脸不解 他继续说 小楚 你还没看到公告吧 从今起 总裁让你 做他的私人秘书 我战战兢兢地 敲开橙子号办公室的门 我不愿面对他 可我却不能丢了工作 因为我需要钱 见我进来 他看着我 眼中似有恨 有怨 有恋 随即他压下所有的情绪 冷着脸说道 帮我冲杯咖啡 我以为他还和以前一样 喜欢喝水温60度的 加奶加糖的南山咖啡 可我错了 他拿起咖啡杯品了一下 正愣了片刻 说了句 太苦了 我只好给他 重新换了个牌子的咖啡 他拿起咖啡品了一下 太甜了 我又换了一杯 他品了一下 奶多了 我又换了一杯 他拿起杯子 连长都不长 直接说 太冷了 我又用开水 冲了一杯 还没等我把咖啡杯放下 他看着冒着热气的咖啡 直接来了句 太烫了 程子昊不带这么折腾人的 你这是要报六年前 不辞而别之仇吗 我把咖啡往桌子一放 爱要不要 也许是放杯子时太使劲 滚汤的咖啡 碰了我一手 瞬间手背上一片赤红 程子昊猛地站起身来 楚楚 他的声音微颤 刺痛钻心 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咬了咬嘴唇 忍住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 我问到 总裁 还有什么其他吩咐 他看着我通红的手背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没事 我就先出去了 我怕我下一秒 泪水就会决堤 我转身离开 躲进卫生间 偷偷地抹了许久的眼泪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 回到总裁秘书的座位上 不知谁在我的办公桌上 放了一支烫伤膏 临近下班 我的发小曾杰打电话给我 说要给我介绍一个相亲对象 他帮我约了他今晚见面 我拼命推脱 可曾杰游说我 让我一定要去见见那人 说去了今晚还能给我省顿饭钱 让我今晚七点准时到 大富豪酒店一楼的餐厅 想想 比起在家吃泡面 我还是心动了 晚点七点 我来到大富豪酒店 富丽堂皇的六星级连锁酒店的 高档餐厅 相亲而已 何必约在这么高级的餐厅 还好曾杰说今晚是南方掏钱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 服务生把我领到一个包厢里 说让我稍等 我要等的人马上就来 结果来的那人 却是我的高中同学周易 我曾经的好哥们 我大学出国之后再没见过他 也没了他的消息 不知他怎么就成了我的相亲对象 周易高中三年就坐在我后面 天天扯我的辫子 我和他天天吵架 吵着吵着 逐渐地从高一时的见面 分外眼红的仇人 变成了高三时无话不谈的死党 他说同学会一直没见到我 他以为我还在国外 直到那天偶遇增结才知道 我家出了事 我和周易聊了很久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我们之前却一点都没有生疏 同学之间的情谊仍在 他说让我不要一个人死撑 他和以前一样愿意为我赴汤蹈火 他的话真的让我很感动 他从高中时就是一个很仗义的人 可是我拒绝了他的帮助 我说我还扛得住 还有就是 我没想到高大帅气的 他居然会这么多年都没交女朋友 眼见快到十点 他说要送我回家 我说不用 因为我不想让他看到 我现在住的地方有多寒酸 他送我出餐厅 服务员毕恭毕敬地 对他点头嗨腰 我开玩笑地问他 这酒店你家开的 没想到他竟点头 我这才知道 他是富豪集团的太子爷 我跟他打趣道 我怎么以前没看出来 你这么有钱 早知道高中时吃的饭糖 全都让你请客了 周易尴尬地答道 我想请的 可是你每次都抢着去买饭票 我正和周易说着笑 一个熟悉的身影迎面走来 是程子浩 我避无可避 程子浩身旁还跟着一个女人 眉眼镜和我有气氛相似 他们在我们面前停下了脚步 他身旁的那个女人 看上去心情大好 可程子浩眼中却翻滚着拼命压抑的痛楚 那女人忽然转身 用双手环绕在程子浩的脖梗之上 用唇在她的脸上 重重地吻了一下 虽然程子浩已不再是我的什么人 可这一吻仍让我心中一痛 程子浩把那女人一把推开 小声说了句 够了 那女人便拾去地乖乖站在一旁 我心神恍惚间 只能说出一句 真巧 程子浩也只点了点头 没回我的话 周易看出了我的异样 楚楚 晚了 我送你回去 他打破了尴尬说了句 我嘴角挤出一丝笑容 礼貌地离开 我心不在焉地 跟周易说了我家的地址 他开着麦巴赫 把我送回家 见坐在副驾驶上的我 枉然若失 一言不发 他问了句 前男友 嗯 我轻轻嗡了声 我把头转向窗外 不想让周易看见我眼中溢出的泪水 到了我的住处 他微微醋眉 你就住这 我勉强地笑了笑 天桥底下我都住过 这算好的 他眼中的不忍和心疼 被他瞬间掩饰 他说了句 晚了 你好好休息 我目送他离去 我和周易之间的友谊 仿佛是这无边的黑暗中的一束光 让我的心暖暖的 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的声响起 睡梦中的我第一反应 房东来催交房租了 不对 房租前两天才交了 我正纳闷 这大半夜是谁在叫门 楚楚 开门 是程子浩带着哀求的声音 姐 我弟弟忙坐起身来 我忙说 没事 是我朋友 你快睡 明早还要上学 我打开门 一身酒气的程子浩站在门外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那男人是谁 子浩 你喝醉了 我拼命正托 你告诉我他是谁 他是不是你男朋友 他又问 他是谁不重要 你也有女朋友了不是吗 我答道 女朋友 女朋友 他苦笑起来 楚楚 你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吗 他红了眼尾 我已经分不清 他是哭还是笑 你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 他的情绪逐渐失控 方楚楚 你怎么可以这么绝情 说消失就消失 我到处找你 到处找 没日没夜地找 每条街道 公园 学校 医院 警察局 说着 说着 他哭了起来 哭得像个孩子 子浩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抱住他 口中不停地说对不起 他慢慢冷静下来 又问了句 那人是不是你男朋友 既然他身边也有了旁人 往事一移 我们何必再纠结过往 我点了点头 他说了句 抱歉 打扰了 亮亮呛呛地转身离开 第二天 程子浩没来上班 第三天 第四天 他还是没来 听说他病了 一个礼拜后 他终于来了 人瘦了一圈 他再也没有无聊地折腾我 我们刻意保持着上下级该有的姿态 我努力认真的完成我的每一项工作 程子浩对我的态度始终保持冷淡 只是 这几日我干咳不断 在办公室的角落里 不知何时开始多了一台加湿器 只是 公司食堂的饭菜 不知从何时开始变成我喜欢的口味 且多了饭后甜点 只是 有时不经意间 我会发现 程子浩隔着办公室的玻璃 恍神似的正看着我 或许这些 只是都只是偶然 今天是月底 又到了给那些债主们交租子的时间 我才知道周易已经偷偷地帮我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 我去找他 给他打了张欠条 我说 这些钱我肯定会还给他 只要一天还不清 我这辈子都欠他的 再大不了就以身相许 他说 我跟他之间不必这么见外 他又开玩笑地说 为了我他连命都可以豁出去 何况是一点小钱 我被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今天一到公司刚坐下小腹 就开始抽疼 痛惊是我的老毛病 可偏偏十点钟又是公司的例会 明明记得 今早把止疼药放进包里了 我一边喃喃着 一边不知把手提包翻了多少点 眼见时针只到十点 我拿着笔记本 匆匆忙忙跑到会议室 在诚子号身旁坐下 我负责记录诚子号和高管们的发言 我从来没有觉得一个会议这么漫长 我的小腹越发的疼 只疼我得拖不过气来 我的冷汗不停从额头冒出 呼吸越发绵长 身旁的诚子号 似察觉到了我的异常 他朝我瞟了几眼 放慢了语速 我在键盘上打字的手 逐渐不停使唤 眼前蹦蹿出一串串金星 我用手捂着小腹趴在了桌上 散会 我耳边听到诚子号的声音 他不顾高管们诧异的目光 把我打横抱起 静止出了会议室 他一路把我抱到车上 只和我说了一句话 我送你回家 眼见我脸色越发苍白 他一个急刹把车停在路边 冲进药店买了盒止疼药 又跑到旁边的小卖铺 买了瓶矿泉水 他匆匆跑回来 把药挤到我的手心 把矿泉水的盖子拧开 递到我的手上 见我吃了药 他紧促的眉头舒展了些 到了家 他把我抱上楼 轻放在床上 红糖放在哪 热水袋在哪 米放在哪 我看着他 为我忙前忙后的身影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因为他比我大五岁 所以在美国的那几年 总是他照顾我 事无巨细 我每次来立家 他都会帮我熬红糖水 直到我立家不想吃东西 他会帮我煮上白粥 夜里他会把他温暖的大手 附在我的小腹上一整夜 喝了红糖水 他让我敷着热水袋先睡会 等粥好了叫醒我 我安稳地睡了两小时 他竟没叫醒我 我睁开眼时 他正坐在我身旁吃看着我 为了感谢他今天的照顾 我留他吃了顿便饭 白粥送榨菜 他没问我为什么当年不辞而别 我没有问他的女朋友 他也没有问我的男朋友 我们简单地闲聊 就像当年一样 不知道现在我们住的那栋小阁楼旁的樱花树开花了没 不知道房东老太太的狗今年又生了没 第二天去到公司 所有人都用一样的眼光看着我 我成了他们口中的总裁 关系户 这天我刚参加完SAP系统 培训课回来 就看到望在办公室桌上的手机 有几个弟弟学校的未接电话 我赶紧打了电话回去 老实说我弟弟又在学校和同学打架 不过他的叔叔刚才已经来了学校 哪个叔叔 自从我家欠债之后 众叛亲离 所有亲戚都躲得我们远远的 我们哪还有什么叔叔 我刚赶到学校 只见弟弟的班主任 毕恭毕敬地把成子号和我弟弟送出校门 口里说道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管教那几个胡闹的孩子 保证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以前学校的老师 欺负我一个年轻女人又当姐 又当爸 又当妈 每次来都是对我和弟弟一通训斥 哪会有这种好脸色 眼见老师转身离去 成子号拍了拍弟弟的肩膀 没事了 成子号对我说他 见我桌上的手机一直想 怕有什么急事 才擅作主张接了我的电话 他把我和弟弟送回了家 我弟弟问我他是谁 我说是我老板 你老板太牛了 他把我们老师说的头都抬不起来 我弟弟对他很失崇拜 今天周末 我和周易约了我一起去疗养院看我妈 以前我妈做的饭 她可没少吃 高中时 我家住在学校不远 而周易是住校生 有时他周末留校 就总喜欢到我家蹭饭 因为他喜欢吃我妈做的红烧肉 然后在我家私混一个周末 本来说好的两人学习互助小组 不知怎么就变成了王者荣耀战队 我和周易刚走进疗养院 正巧碰到程子浩从里面出来 周易礼貌地和他微笑点头 真巧 你也来看人 我问他 来看个朋友 他努力掩饰眼中的苦涩 以致让我以为那是我的错觉 那我们先进去了 我对他微笑道 见到我妈 我才知道程子浩来探望的人是我妈 或许程子浩已经知道了我家的事 我妈一眼就认出了周易 她说周易嬉皮笑脸的猴金模样 还是一点都没变 其实我妈大部分时候都是清醒的 就只有在想起我爸的时候 才会歇斯底里的事态 周易和我说 他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神经科医生 说不定可以彻底治好我妈的病 他已经在帮我联系 我对周易说 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难道你真的想让我无以为抱以身相许吗 他回了句 你这样说就俗气了 我开玩笑道 也是 估计你也看不上我 他很认真严肃地回了句 楚楚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和你相比 我从未见过如此严肃的她 我竟一时语色 不知该怎么回她的话 但她下一分钟 又恢复到那副玩世不公的模样 她说她永远都是我的好哥们 她会一直罩着我 高考临近 周易花大价钱 给我弟弟请了好几个是重点中学的老师当家教 每个周末帮我当司机 送我弟去补习 忙得不亦乐乎 我说你这样更没时间交女朋友了 她说兄弟如手足 老婆如衣服 更何况她根本不需要老婆 他和我弟弟越混越熟 也开始称兄道弟 我发现 我弟不知从何时开始用起了苹果手机 我问他哪来的钱买手机 他说是周易送的 他喜欢你 我弟说 我用手敲他的头 你这小屁孩胡说八道什么 他是我哥们 我第一本正经地说男女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 我和周易之间就是我对我弟的那套理论嗤之以鼻 如果周易真的喜欢我 不可能藏得这么深和我称兄道弟这么多年都不让我知道 程子浩让我陪他去华盛顿出差 因为那里有个很重要的项目需要他亲自去洽谈 一程为期三礼拜 我约周易吃饭 得知我要出远门 他似乎很失落 心神恍惚 手里拿着筷子 却一口都吃不下 我开他玩笑 你就这么舍不得我 他忙掩饰 刚才想工作 走神了 还没等我开口 他就说让我放心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他肯定会帮我好好照顾我弟 他除了是我的好哥们 还是我贴心的好闺蜜 在华盛顿的三个礼拜 仿若就是一眨眼之间 我和程子浩朝夕相处 除了夜里隔在我们之间的那道墙 我俩仿佛又回到了过去 因为这个城市曾有着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他带我吃遍华盛顿有名的餐厅 傍晚 我们一同在酒店旁的绿荫大道上散步 其实我多愿和他一直这样走下去 直到白头 这些日子里 他对我的那些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 让我几乎忘了 我只是他的总裁秘书 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 程子浩说想和我重游故地 他和我来到我俩曾住过的那栋别墅楼前 我说或许那间小阁楼已经租给了别人 他摇了摇头 从口袋里掏出大门的钥匙 这里永远只会属于我们 六年前他把整栋楼买了下来 小阁楼里的摆设一尘不变 还是那么温馨 他说他本来想让我做最幸福的新娘 他把他做的那个科研项目 卖给了一个英国的公司 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因为他想给我安定的生活 他买好了钻戒准备向我求婚 可却再也找不到我 为什么不让我和你一起面对 他问我 因为我不想拖累你 我不想毁了你的生活 我答 可你不知道 对我来说没有比失去你更可怕的事 他眼里仿佛有无法附和的痛处 或许我从不曾知道那时他有多爱我 可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物是人非 往事已矣 他有了新女朋友 而我只是他的总裁秘书 他问我 你爱他吗 半想才我才反应过来 他问的是周易 我犹豫片刻魅心里点了点头 他瞳孔里充斥着痛苦 他压下眼中的泪意 说了句 楚楚 我羡慕你能忘了过去 言语里是无限的悲凉 我多想对他说 我从不曾忘 只是我再也不配拥有 我只给周易说了航班号 不想他竟会来机场接我 我永远忘不了他在航班出口处 见到我时那狂喜的神情 他冲到我身旁 接过我手中的行李 几周不见 他轻瘦了不少 我问他 怎么了 病了 最近减肥 他回了句 他在诚子号的眼前把我接走 留下神情无比落寞的 诚子号处在原地 一路上 周易开心地像个孩子 他说 我弟的模拟考成绩非常好 保守估计一本应该没问题 在家把进985也不在话下 看他的表情和语气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说的是他的亲弟弟 他还说他把我弟接到了他家去住 他家离我弟的学校近 我们之前住的地方 上学来回就要一小时 高考前的这段时间至关重要 能节省点时间是一点 反正他家上下三层 就他一人住 如果我愿意也可以搬去陪我弟 他住一层 我弟一层 我一层 互不打扰 要我实在觉得不方便 他就搬出去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成了周易的邻居 我已经不知道 我欠周易的这辈子 何时能还情 除了邻居 我们还成了饭搭子 每天我下班回到家 热腾腾的饭菜 总是已经摆好在了饭桌上 虽然三菜一汤简简单单 但却是周易自己做的 我总问他 你一个堂堂的富豪集团的总经理 哪来的这么多时间做饭 他总答 工作清闲 他说我太瘦了 让我多吃些 说女孩子太瘦了 不漂亮 吃完饭 我和他一起收拾碗碗筷 他就回房间做自己的事 从不打扰我 时常到了凌晨 还能听到楼上的周易和员工通话 他的房间到半夜一两点才熄灯 原来他的工作并不清闲 可无论他睡得多晚 次日早上七点整 饭桌上总会摆上丰盛的早餐 有时我真的觉得周易是超人 他说我弟高考前早餐一定要吃好些 营养不能少 吃完早餐 他会把我弟送到学校才去上班 他说反正顺路 有时真感觉他对我弟 比我这个做姐姐的都来得好 眨眼就到了高考的日子 周易这三天比我还紧张 他和其他家长一样 每天守候在考场外 进考场前一顿加油骨气 出了考场一番暖心安慰 我说你这样让我这当姐的情何以堪 他说我弟也是他的哥们 今天是高考放榜的日子 我和周易从早上七点就焦急地等在电脑前 屏幕刷了无数遍 终于方楚翻680分一档重点 周易欢呼出声 我和周易开心地又抱又跳 最后我在周易的怀里喜极而泣 天知道我这些年一个人带着弟弟有多不容易 他轻拍着我安抚我 过了许久我才意识到我的失态 我说了声周易谢谢你 这是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周易说已经帮我妈联系好了美国的神经科医生 我妈立刻就可以去美国进行治疗 她说她会陪我们一起去 我向程子浩递交了辞呈 因为周易和我说 我妈的治疗周期至少在半年以上 程子浩的手微微颤抖地打开我的辞职信 我不敢看她那拼命压抑痛苦的神情 因为自此我们又会再次从彼此的生命中消失 她没有为难我 她让公司财务给我打了好大一笔离之金 今晚周易约我去吃大餐 庆祝我们双双失业 因为她也向她爸辞去了集团总经理的职务 我们去吃了以前学校旁边的那家新疆大盘鸡 高中时我俩经常去哪 我问周易 她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喜欢我 她开玩笑地说 这个世界上除了她爸妈 她最喜欢的就是我 说完还哈哈大笑 我早习惯了她这没正经的模样 回家的路上 我偶然间在路边看到了喝醉的程子浩 她手扶着树兔的一塌糊涂 我不放心她 我让周易把车停在路旁 我边拍着她背 边问她 子浩你家住哪 我们送你回去 程子浩醉得快认不出我来 我好不容易才听清她家的地址 打开她家大门的那一刹 我的心思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两层楼的别墅里 摆满了我的照片 一张张照片 记录着那些年 我和她的一点一滴 把程子浩安顿好 回到车上 我哭得不能自已 原来这么多年 她都不曾走出来 后来周易和我说 我的那个替身 早在我当总裁秘书的第二天 就已经拿了程子浩给的很大一笔钱 离开了这个城市 终于到了要上飞机的那天 周易失约没来 出现在机场的 竟是程子浩 一年之后 我和程子浩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周易做了我的伴娘 两年之后 我和程子浩生了个女儿 周易做了他的干爹 六年之后 我弟弟的婚礼上 周易做了他的主婚人 因为我弟说 早把周易当成了亲哥 二十六年之后 我女儿的婚礼上 周易把我女儿的手 交到了新郎手上 因为程子浩在他二十二岁那年 离我们而去 可周易却一直没有自己的婚礼 直到三十六年后 我又开玩笑地问他 是不是喜欢我 他说是 他喜欢了我大半辈子 周易的独白 我第一次见方楚楚 是高一开学那天 在学校门口 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孩 雪白的皮肤 清澈的大眼睛 樱桃般的小口 我一路跟在他身后 直跟到教室才知道 原来我们被分在了同一个班 老师把我的座位安排在他的后边 我开心地不能自意 我发现自己越发喜欢他 喜欢他的背影 喜欢他的声音 喜欢他的甜笑 哪怕看着他生气嘟嘴的小模样 都让我的心头如沁了蜜糖一般 我越发能体会古人说的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我特别怕周末 因为周末见不到他 于是我干脆和老爸说 功课太忙 周末就不回家了 高中毕业知道他要出国 我伤心了很久 可是他走的那天 我还是装作开心的样子 把他送上了飞机 可他走了过的心也就死了 我的心如死灰般沉寂了六年 从他的发小那直到他回了国 我兴奋的一夜都没睡 看见他的那一刹那 我开心的心都快跳出了胸口 可我在他面前 却只装作老友见面 见他生活艰难 我真的心疼得快要窒息 可却不知自己该怎么帮他 我巴不得给他我的所有 可我知道他不会要 我从不敢在他面前表露 自己有多喜欢他 因为我知道他心里早已经有了别人 从他看程子浩的眼神里 我知道他爱他 强人所难的事情我不愿做 我希望他快乐 成人之美才是自古以来的美德 他能和程子浩重新走在一起 我真心替他高兴 他开心地笑脸 足够支撑我后半生幸福甜蜜地活着 橘子还带来了第二个故事 银行发来工资条时 乡亲男也刚好坐下 他好巧不巧 就看到我那条短信 本月收入2800人民币 乡亲男穿得人母狗样 但脸上的失望怎么都延不住 他问 不会吧 你不是211名台大学的硕士吗 怎么才发2800啊 我翻着菜单说对啊 我住家里2800也够用 乡亲男语气完全冷了 我扣完税都有7100 你才2800 我们以后怎么供房啊 我都笑了 看了眼手表 这位先生 我们见面还不到五分钟 你就开始想我给你供房了 甚至啥房子都看好了 没想到他点头 我看好了 龙湾阁八十方的房子 首期三成120万的话 月工也要7800 我无语 想得可真美 我问 那首期您准备了多少 他骄傲地说 15万 剩下的首期就要你们家凑凑了 我笑死 那别指望 我月薪不多 没法为你家添砖加瓦了 话说到这份上 饭也没必要吃了 乡亲男假装接了个电话后跑路了 他刚走 我手机再次收到几条金账提醒 你好 您八月的工资已到账 月度奖金四万三千 季度提成八万两千 公积金双边到账五千二百 笑死 基本工资先发不行吗 我立刻给聂云打电话 我嘴上喊他老板 但口气完全没有员工的自觉 老板 你必须要给我加工资了 聂云是有名的工作狂 研发起软件来 不眠不休 三天不合眼 他茫然地接通电话 怎么了 是钱不够用吗 钱当然够 我也是股东 分红多得花不完 可财不露白 我在外头人社 就是月薪两千八百的精神打工小妹 我无语 刚刚的相亲男嫌弃我月薪少跑路了 我一个人在餐厅好惨 老板 为什么我这月基本工资只发两千八百 聂云沉默了会 我让财务调的 他别扭开口 嗓音充满雌性 挠得我耳朵里痒痒的 因为现在 杀妻骗钱的男人太多 怕你不安全 两千八百还有降低的空间 下次要不调到一千八百吧 我喜欢聂云 但从没表白过 过去没有 未来也没这打算 因为他有白月光 他喜欢的冯谦是班里的女神 琴棋书画都精通 他们才子佳人 如果不是冯谦一门心思 要出国 现在他们估计早结婚了 毕业后 他创业 我也跟着他干 三年时间 我实现了财务自由 但暗恋这玩意 好像是场无期徒刑 永远没有行满释放的一天 姨妈要给我介绍相亲男 聂云知道 她看我补妆 愁愁半天 最后只是提醒了句 杜霜 你可注意点 别泄露真实财务数据 知人知面不知心 所以 她让财务把我这个月 工资调成两千八百 真贴心 我无语 聂云可真是当我小弱智啊 姨妈后来打电话说 那个小王 看不出人那么表里不一 还嫌你穷 气死我了 幸好我没说 你在龙湾阁有房 不然他得死缠烂打 没想到几天后 相亲男居然来我公司面试了 碰着面 他愣了愣 虚伪地说 是你呀 我来面试经理 说不定以后就是你领导 我笑喷了 我记得今天只是招个小项目经理而已 就在相亲男洋洋得意时 秘书小跑过来 他没搭理满脸殷勤的男人 而是把面试资料交给我 杜总 这是今天面试人员的资料 您过目 相亲男对杜总这个称呼 充满困惑 你在这家公司任什么职位 一个老总 月薪2800 我赶紧给HRD眼色 让他退退退 同事之间戏称而已 你看现在的明星 没演技 没怎么读过书 不也一样 大家一口一个老师吗 我这随机应变的能力 真是强 相亲男立刻露出了然的微笑 难怪 我说呢 这家可是即将 IPO上市的科技企业 怎么会有那么低工资的人 我可不想面他 怕麻烦 我就给聂云打了个电话 你在干嘛 忙不忙 聂总日理万机 说当然 三个网络会议 线下还有企业参观招待 你说呢 我说那算了 相亲男来面试 我得避嫌 不然太麻烦了 等一下 他立刻口气变了 震惊又严肃 相亲男 那我要来 都给我等着 不是很忙 不是喘气 都忙不过来吗 不是要接待大客户吗 聂总振振有词 他相亲讨你单 万一进公司坑我怎么办 必须我把关 几分钟 聂总闪亮登场 三件套西装革履 头发正亮 跟要去那斯达克敲钟似的 HR猛逼 我记得 聂总今天穿的还是短裤黑T 怎么了这是 我同样猛 谁知道呢 他向来争齐斗艳的孔雀 面试开始 他听完相亲男自我介绍 问了几个信息技术相关的问题 相亲男回一个 他搏一个 最后 板人搏得面红耳赤 无地自容 聂总是行业大佬 跟他笔技术 不是自取其辱吗 最后 他转了转笔 深邃的目光扫过我 我有不好的预感 聂云嘴角一挑 最后问相亲男 5月2日晚9点 你在餐厅吃了饭对吧 相亲男被问猛了 然后狠狠瞪向我 他以为是我在告状 我比他还猛好吧 聂云用笔敲了敲桌面 但定说 你淘丹的那家店 是我的 我们都猛了 聂云 现在请你 归还杜双小姐230元 以及对淘丹进行道歉 我目瞪口呆 那家店 怎么就成了聂云的了 资本家 买地还不够 现在要进军餐饮业 相亲男脸红耳赤 愤怒地站了起来 把椅子都带倒了 我吓了一跳 聂云也沉着脸站了起来 气氛一下 变得很胶着 很窒息 H2甚至准备 偷偷叫保安来了 聂云身材高挑 气场强大 光靠眼神 就逼得相亲男姐姐败退 他怂了 愿意给钱 给就给 我先说啊 我只是 有急事忘记给了而已 但转我账的时候 还不情不愿都农 我只吃了五口 他吃得比我多 230是赤裸裸的勒索 聂云忍无可忍 当场拆穿他 你那五口 直接把最贵的鹅肝都吃了 你是来相亲的 我看你就是去钓鱼 蹭吃蹭喝 笑死 我快乐点了收款 然后速度把相亲男 删除好友 下班后 我在聂云门口等他 聂总 晚上走起 请你吃饭啊 聂云嘴角上扬 但用利敏下唇 故作正经地挣了正领带 考虑下 你打算请我吃什么 我美滋滋 今天进账230元 那就请你吃大排档 聂云效益更深 杜总月薪2800 却舍得 请我吃那么贵的饭 很可以 我顺势拍马屁 那是那是 您是我领导 不对您好点 下个月怎么涨工资呀 这几句话 被财务主管听到 还忍不住翻白眼吐槽 两位大股东 算我求你们 你们要去吃大排档 被人拍到会怀疑 我们公司有经济危机 你们就不能去喝82年拉菲 去吃法国蜗牛啊 我们沉默 聂云说 我对酒过敏 我说 我对一切代壳类的 爬行生物过敏 财务主管押我们上车 直接飙车到法国米其林 餐厅门口 他说 这里有夜景 浪漫的一逼 我跟我老婆求婚 就在这里 风水浮地来着 下车前 他贼嘻嘻笑了声 对聂云邀功 老板 我卡点发工资 效果不错吧 是不是回头 也得给我加工资 我愣了 脑子有点发晕 卡点发的工资 聂云局促地 避开我的视线 咳嗽了几声 重重 把车门关上 让财务主管麻溜滚 我上电梯时 认真回忆了下 也是 仔细回想 那天工资是发迟了 别的员工 基本下午就收到 我的却是在 吃饭途中收到的 难道说 他是故意的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电梯门开了 聂云率先出去 看我慢半拍 他转头催我 走啊 还磨蹭什么 他站在巨大的水晶灯下 璀璨的光映在他的脸上 琉璃的光色 英俊的样貌 哪怕每天都会见到 可我还是忍不住 为他心跳 他毕竟 是我从大学起就仰望 喜欢的人 我强压下心理情绪 入座后 我直接问 聂总 那天我的工资 是你故意让财务主管玩打的吗 我问得很直接 一点缓冲也没有 聂云拿参牌的手顿住 有片刻的失措 灯光照射下 他瞳孔比平时要深邃一些 视线就这样停留在我脸上 我的心 像被一根蛛丝提了起来 悬挂在半空 很容易断 也很容易受伤 所以我从来不会跟人玩暧昧 对着喜欢的人 我受不了被对方吊着 多僵持一秒 都是多一份煎熬 所以我问聂云时 表情坦然的不行 半点退切也没有 暗恋到很厚 脸上慢慢就能长出面具 那种不在乎的味道 我太会拿捏 终于 聂云承认 是我 对不起 我呼吸一顿 开玩笑时的接 聂总 你就那么怕我被人杀猪盘 我在你眼里 就那么傻逼 我语气越无所谓 聂云的声音就越紧绷 已经到冷漠的地步 防人之心不可无 骗子脸上也不会写着骗子 果然 是我自作多情 但到底不死心 又追问 那家餐厅 真的是你买了 聂云满脸严肃 对 我现在是大股东 当然 这个与你无关 我是看这家店离公司近 你又总去那乡亲 觉得那里有投资空间而已 毕竟 我们园区女员工那么多 他这表情跟忽悠投资人似的 我翻白眼 聂总 什么叫我总去 我才去了两次 每次都是无可奈何 每次都速战速决 聂云的表情像北极动土 能磕坏铲子那种 是啊 所以我投资了 你第三次去 记得报我的名字 干嘛 想砸场子 他没好气 瞪了我一眼 给你打个折 行不行 我跟聂云两人 属于不打不相识的类型 读书那会 校园里有变态 毕竟我们校区在鸟不拉屎的郊区 又大又偏 好几个女生被尾随过 某天我打工回去晚了 一路上就感觉背后怪怪的 总有个黑影 不远不近地跟着我 我抱紧书包 在对方即将搭上 我尖的瞬间 反手一书包砸过去 我跆拳到黑带 饱刀未老 揍人绰绰有余 被我扳倒在地的青年 就是聂云 他拿着我手机无力呐喊 同学 你手机掉了 我只是想交给你而已 我一摸裤带 对哦 手机掉了 把人扶起来 我才发现 倒霉鬼英俊的过分 身材高挑 见眉心目 很标致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聂云 今年炎二 大我三岁 这样的帅哥摆在面前 不追不行 我借着去道歉的机会 三番五次给他送奶茶 不仅给聂云送 他实验室的所有人 我都带一杯 我跟闺蜜说 这就叫城市包围农村 可有天 我提着奶茶去找聂云时 在他们宿舍楼下草坪 看到他抱着一美女 对方哭着 他笨手笨脚安慰着 两人看起来是那么熟 那么般配 我猛了 一后退 踩到树枝 他们齐刷刷看向我 我看清美女是谁后 心凉一半 那是冯谦 学校十大校园之星 是选美比赛冠军 闺蜜当晚告诉我 打探到的敌情 冯谦跟聂云家是事交 据说是订婚的关系 他们还在校园外租了房子 估计是同居的关系 我心都凉了 怎么都同居了 都同居了 还喝我奶茶 气死 我准备找聂云问清楚 冯谦却先一步找到我 他说 有些话聂云不好开口 他代为转达 杜双师妹是吧 听聂云提过你 你最近总给他送奶茶吧 他笑意盈盈 难道师妹是家境困难 再给某团送外卖 说实话 我那会傻白甜 根本不会对人 我整个人都僵了 冯谦笑里藏刀 完全不把我回事 以后少去烦他 否则 撕破脸对谁都不好 之后 聂云主动来找过我 我这人自尊心高 生怕他要打我脸 还抢先一步说 师兄 其实我之前是对你同学 有点兴趣 不过 他好像有女友 哈哈 以后你可喝不上 我的免费奶茶了 聂云愣在原地 线长的睫毛 附住情绪 半天后 才哑着声音说 那没事 回头我请你喝 也一样的 那段回忆 让我很不舒服 聂云也吃得没滋没味 我们两人闷头吃 偶尔四目相对 立刻触电视地挪开视线 把法国菜吃成了大学饭堂济式感 吃完准备要走了 忽然有人叫聂云 一回头 我裂开了 这什么狗屎运 这家餐厅得拉黑 必须拉黑 是冯迁 他一身闪亮的改良款旗袍 踩着十厘米高跟鞋 对聂云来了个大拥抱 亲爱的 我回国了 惊不惊喜 一不意外 聂云的脸色顿时更差了 他先一步推开冯迁 然后立刻就看向我 眼神三分慌张 三分戒备 四分无措 冯迁身边还有个西装帅哥 估计是在暧昧阶段 四个人表面和气 实际上暗潮汹涌 早知道你有空 我应该回国就联系你 冯迁看向我 眼神审视 这位小姐很眼熟啊 我非常淡定地伸出手 咧嘴一笑 杜霜 冯小姐不记得了吗 以前你还以为我送外卖的呢 哈哈 我小心眼 他对过我的话 我就得对回去 逢谦一掖 意味深长看着我们 聂云 你跟杜小姐现在是 真是没想到你改口味了 怎么电话里从没提过 我真烦他 当年他抛弃聂云跑国外留学 几年不回来 现在聂云融资成功 功成名就 他一回来就装西非回宫 问这问哪 我的嘴皮子 早在陪聂云创业的这几年里练的贼毒 什么场面没见过 什么人没对付过 我正要回击 忽然间 原本双手插带的聂云 很自然抽出一只手 把我拉住 食指向扣的那种拉法 每一根手指之间都没有空隙 彼此的温度无缝交替 我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 直直看向他 聂云越发坚定地握紧我的手 他眼神轻轻一抬 淡定地对两人说 抱歉 我跟女朋友还有约会 叙旧的吧 下次再说吧 女朋友 我吗 但我们好歹是商业搭档 这点配合度还没有 我立刻懂了 他是拿我当工具人 虽然不爽 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战友 我愿意跟他共携手 打击绿茶 我飞快扫过两人的脸 聂云的表情很稳重 但略微发热的手掌心 出卖了他 他在紧张 耳根子还略略有些红 看来 冯谦的出现 对他还是打击蛮大的 男人对初恋 是不是都这样 冯谦微妙地打去 你这是谈了女友望的朋友 我难得回来 就这点时间 你也不愿意抽出来呀 这话直接点燃了我的怒火 查得我生理不适 朋友个鬼 分手男女之间没有意 我叹了生气 配合的晚上聂云的臂弯 牛皮糖一样挂着 我紧张得喉咙发干 表情还是稳得一笔 我们社会人就得会装逼 我茶里茶气回 对不起啊冯小姐 我们是真没办法 早计划好了 吃饭只是热场 还有下一轮活动呢 冯谦也不甘示弱 现在还早 加我一个不多吧 我一边握着聂云的手 一边提着刚配货到手的限量爱马仕 撩了撩头发 对她露齿一笑 抱歉啊冯小姐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少而不宜 可容不下第三人 这家法国餐厅 就位于酒店里 餐厅出名 但更出名的是 这栋被誉为求婚圣地的M酒店 现在 我跟老板聂云 对着蜜月套房里的大床 面面相去 大床上 还有红玫瑰摆成的心形 近来很久 我们才反应过来 手还牵着 几分钟前 我搂着聂云的腰 轻轻热热上电梯 我本来是打算下停车场的 谁知道冯谦这个脚屎棍 也跟着上来了 他还故意刺激我们 我有M酒店会员卡 聂云 要不要给你们生房啊 以为我不敢要吗 我立刻说好的呀 那就麻烦你咯 做戏做全套 我黏搭搭撒娇 云宝云宝 你前女友真大方啊 聂云手搂着我的腰 眼神飘走 好像隔离在战火之外 我这不要脸的劲 把绿茶气得半死 就这样 我们赶鸭子上架 刷开了蜜月房的门 66层套房 坐拥无敌夜景 外头灯火璀璨 风景绝好 聂云无新风景 飞快地扫过周围 本来想坐床边 但一看上头的玫瑰花瓣 又改为坐小沙发 那等会儿 要退房吗 他眼巴巴问 我从猫眼里往外看 要命 逢千也住这层 万一走的时候 又撞上就麻烦了 我小七八八算计 反正都给了钱了 不住白不住 也是 你说得很对 浪费就是可耻的 聂云嘴角一扬 但又故作很淡定地补充了句 反正 又不是没一起住过 那不一样啊 以前是出差 我看了眼空气温度 18度 已经很低了 可我别扭地浑身发毛 热度的起源 就是刚刚牵手的那里 他说的那次 是创业初期 我们一起跑业务 为了省钱 我们住的是 最便宜的单人间 我洗澡到一半 房间停水停电了 我顶着一头泡沫 等聂云下去买矿泉水 他提了两大瓶 爬了十几楼 小心翼翼给我洗头 那晚 我们坐在停电的 小旅馆里加班 用仅剩的电量 赶做PTT 聂云以前是 非常不善言辞的男人 只懂做科研 公司的业务 基本是我在跑 可那次后 他克服社恐 路眼比谁都拼 聂云先去洗澡 蜜月房的玻璃门 是那种模糊的材质 水声哗啦 我偷偷看了眼 身材还真好 他快出来时 我站在风口拼命吹空调 吹散满脸热气 聂云出来后 我装模作样 把玫瑰花都抖地上 踩了好几脚 聂云不解 你干嘛 我想得很周全 说 万一逢千来查访怎么办 我们要显得战况激烈才可以 聂云一愣 好笑道 你想得可真周到 那时那时 为领导服务 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嬉皮笑脸 掩盖脸上的扭捏 救命 聂云出来时裸着上身 上面水珠都没干 沿着胸肌的线条往下躺 他啥时候偷偷有了胸肌的 我实在没东西可干了 望着唯一的床发呆 聂云咳嗽一声 问 那今晚我们怎么睡 心跳扑通 热气又要上脸了 我立刻大声说 领导睡床 您请 聂云本来也挺紧张的 被我这如临大敌的样子 逗笑出声 他拿起一个枕头 放沙发 你睡床 我睡沙发 可他有一米八几 沙发才多大 脚都得缩着 我一说要睡沙发 聂云就非常不满意 甚至要威胁我 再说 下个月底薪 继续发两千八百 那行吧 可这里只有一床大被子 聂云没东西盖 我打电话让前台 多送一床单人被 服务员送来时 斜对面的冯迁 正要也开门出来 我也不懂 他哪能掐得那么准 该不会再听墙角吧 冯迁瞟了眼 我手里的被子 以你们不是蜜月套房吗 怎么还要单人被 我支支吾吾 脑子卡壳了 飞快地看向聂云 眼神求助 快快快 要穿帮了 聂云淡定地接过我的被子 然后对冯迁说 床不太够用 换地方而已 怕冻着 都是成年人 大家瞄懂 他好会 我躲在他身后 耳根红透 脸一顿爆红 关上门 我们俩都齐刷刷松了口气 我耳根还在发热 声音都比平时要软 聂总 你反应挺快的呀 关了灯 我缩在床上 他侧身 蜷缩在沙发里 他旁边是一盏夜灯 灯光朦胧地落在他头发丝上 我睁睁看他 聂云突然开口 杜霜 毕业后 你就再没叫过我师兄 不叫 是因为这个称呼 比老板更亲密 会让我想起 我们相遇的时候 那些悸动的甜蜜 我低声说 在公司呢 叫师兄多不成样子 怕叫多了 你 聂云声音拉长 试探问 我会怎么样 叫老板 逼你加工资时 比较好开口啊 哈哈 他也露出一抹淡淡的笑 喉结滚了滚 然后低声说 其实你叫别的 加得更快 喉咙有种生锈一样的色感 我用被子盖住半张脸 问声问气地问出一个 特别介意的问题 聂总 冯谦现在回来了 你会追回他吗 四周太黑 我听到聂云冷静地说不会 以前不会 以后也不会 他的决绝让我困惑 其实 也有老同学怂恿过聂云 去美国找冯谦 他们毕竟是大家眼里的金童玉女 但聂云都已创业没时间 给推脱过去了 现在 冯谦回来的消息 聂家爸妈知道了 他们人在老家 专门给儿子打电话 长辈眼里 他们知根知底 从小玩到大 是最好的结婚对象 聂云当着我的面回 不可能 你们死心吧 聂家爸妈气得挂了电话 我很奇怪 聂云这人很一根筋 认定的是 就会死磕到底 如果他真爱逢谦 为什么任由他出国 为什么这些年 他从没主动去过美国 他也会休假 还约我去爬山攀岩加娃娃 怎么就没空飞美国 我心情烦闷 好在公司很快组织了团建 去了我一直很想定的度假村 到了大厅 我看人头攒动 帅哥美女遍地走 好奇的不行 原来今天是有活动 高端相亲 H2激动不已 他也单身 两眼放光 立刻拉我报名 走走走 晚上还有泳池party 两人报名还能打折呢 他要拉着我报名 这时聂云走了过来 他今天穿了套亚麻辉的休闲装 吸引了不少目光 你们不办入住 在瞎搞什么 在得知这是相亲活动后 他神奇不悦地瞪了我一眼 我莫名其妙 也不甘示弱地蹬回去 眼看要到我们缴费了 聂云没有片刻犹豫 挡在了我面前 他要干嘛 没想到聂云掏出银行卡 对工作人员说 我们三个都报名 我跟H2露出 您疯了妈的表情 我们女生的是 他凑啥热闹 聂云理直气撞回 两个八折 三个七折 我再替你们省钱 感谢您力 感动中国好老板 比心哦 工作人员带我们到 隔壁小房间填写资料 一般这些都是 要填工作单位 收入什么的 聂云人才出众 是最稀缺的资源 我现在情绪非常糟糕 尤其当几个女工作人员 围绕着她问东问西时 这股脑火直大巅峰 那聂先生 您的月薪范围 需要填写一下 在这里工作人员 在这里工作人员还在介绍 我拉过一个椅子坐过去 然后故意说 聂云月薪2750 睡前哈 聂云争中住 片刻后 他明起唇 但眼里的光 证明他在忍笑 笑什么 以牙还牙而已 工作人员也愣了 实在没想到 聂云这样人模人样的工资 能那么低 他再三确定 聂先生 请问您的月薪真是这样吗 对 他说的对 我就是2750 不过他也好不到哪里去 聂云坏坏一笑 他2800 也是睡前 HR用看疯子的目光看我俩 就这样 晚上的party上 我们被分到了边角位 夜晚的酒店外微风正好 聂云伸出手 要拉我起来 我们去那边江边 人少 我忍不住打去 那我们报名 就是来看热闹的呀 嘴上这样说 但我还是把手递给他 他拉我起来 力道没控制住 我踉跄往前 一头撞进他的怀抱里 聂云手臂收紧 我脸贴在他胸口 心疯狂乱跳 说不心动是假的 他的呼吸停留在我耳边 暖暖的 要跳舞了 学校教的 你还记得吗 读书时 我们参加过校园舞会 那会我们都不会跳 笨桌又僵硬 互相踩脚 跟得傻子似的 我轻轻说 记得 我踩了你十三下 聂云低笑 那你放心 我不会报复 甜蜜的音乐 暧昧的熏香气味 一切的布置 都在为浪漫服务 露天无常里 年轻男女寻找着舞伴 有男人走过来问我 这位小姐 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我跟聂云刚分开 心跳还没平息 聂云帮我回客气说 抱歉 但他下手舞是跟我 男人身是地点点头 最后递来一张名片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有机会 我们做个朋友 我接过名片 先生 我是月薪低于 三千这一栏的哦 男人眉眼温和 工资也不能决定一切 小姐不用妄自菲薄 我穿的是连衣裙 身上没带 也没有拿包 等人走后 念云自然而然地问我 我帮你带着 我沉默地交给他 舞曲开始 念云对我做了个 邀请的姿势 我有时很不理解 念云的这份独占语 到底是出自习惯 还是喜欢 他可能习惯了 我陪着 陪着他创业 从无到有 所以没法接受 我去开启新的生活 如果是喜欢 舞曲结束后 我深呼一口气 抬头看他 念云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 他也看回我 我也有话跟你说 他的眼神是那么专注 热烈 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我感觉自己 伪装了很久的面具 在他的注视中 被逐渐腐蚀 很痛 但又有些扭曲的爽快 这几年 我把时间都花在公司 跟你身上 我想 我是时候走出来 去试试不一样的生活 念云 你不觉得 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点太近了吗 要不更近 近到彼此没有秘密 近到可以一辈子 要不就彻底拉开距离 做最冰冷的上下级关系 你指的不一样的生活 是怎么样 可以告诉吗 念云急切握住我的手腕 我对你 突然 他卡住 怎么了 我抬头 发现他的表情不对劲 眼神也不在我身上 他看向另一边 我跟着一扭头 有句脏话 忍不住要骂出来 怎么又是逢迁 我上辈子 是挖了他家坟吗 他喝了好多酒 满脸通红的 跟几个男的打情骂俏 念云脸沉下 我看他要过去 一把拉住他 甚至用了点力气 念总 你去何事吗 这点阻止 就是目前能做到的全部了 不然 我用什么立场身份去阻止 人家才是青梅竹马 于情于理 念云都得去 所以他对我做了个抱歉的手势 急切说 稍等 我去去就回 他大步朝逢迁走去 推开那几个男人 不由分说 将人拉走 我呆呆站在原地 视线模糊 刚刚有多雀跃 现在就有多失落 我一个人回了房 喝很多酒 酒精可短暂地麻痹我的痛苦 将我刚刚脱落的面具 再填补上去 我们中间 永远有逢迁 我太累了 我们的教育 永远都是叫人去坚持 去努力 就是不教人如何放弃 可爱情偏偏是靠努力 没办法获得的 第二天 念云来敲我门 杜霜 昨天我安置好他 回来找你 你是睡了吗 怎么一直没回电话 我打开门 已经梳妆打扮好 容光焕发 还贴了假睫毛 感谢王贵的化妆品 去水肿妥妥的 念云有点被惊艳到的意思 你现在要去吃早餐 一起 我指了指他身后 昨天约我跳舞的男士 冲我招手 我说对不起啊 聂总 我要去约会了 很不适合带领导 在念云实话的状态中 我带秦毅去了西餐厅 他是某投行的经理 谈吐文雅之进退 我们相谈甚欢 吃过两次饭后 秦毅送我回家 下车前 他对我表白 我拒绝了他的靠近 抱歉 我想还是做朋友吧 我对他 还是一点 没有动心的感觉 秦毅失落地垂下眼 然后诚恳地说 自己会等 那我们就从朋友做起 再慢慢了解 下车后 我发现 念云在小区门口等着 秋天要入冬的季节 他只穿了件薄衬衣 再多等会儿 铁定得感冒 关心的话 差点脱口而出 我强忍住 讥讽 聂总 都十点半了 这个点有何贵干啊 自从那天后 我们就开始冷战 或者说 我单方面不理人 聂云道歉我不理 他去排队两小时 买网红奶茶送到我面前 我也不喝 聂云看到我从秦毅车上下来 气急败坏地上前 秦毅这人品性不端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管真多 凭什么 我火大了 正要发脾气 他递给我一打资料 我翻开一看 居然是秦毅的背调 聂云是真急 那样子就像怕闺女被人骗的老父亲 急的话都说不清了 他离过婚 第一任妻子是富婆 他分走了对方一半家产 做投资经理后 专门接触你这样的有钱女性 不少人都被他骗财骗色过 在度假村 他是蓄意接近你 调查里写得好清楚 我心里一惊 但仔细一想 又在意料之中 秦毅太会配合人 有种从事特殊服务业的油滑感 他看我的眼里 有多少喜欢 我也不傻 难道分不清吗 我合上资料 迎上面云急切的眼神 叶总 谢谢你的关心 可是我也有遇到渣男的权利 你懂吗 聂云不理解地看着我 那冯谦就很好吗 你还不是对他念念不忘 爱就是这样不讲道理的 不是吗 怎么又扯到他身上了 聂云大直男 有时脑子真就转不过弯来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 那天我安顿好他 就立刻来找你 可敲门发信息 你都不理我 我小心眼 拧着眉 不肯放过他 他一个成年人 喝点酒你都要管 你可真操心 那以后 他是不是半夜找你 你也得去 聂总你是什么 24小时后服务的备胎吗 聂云想解释 我也等着他进一步解释 可他像藏着秘密 说到一半 又生生艳了回去 冯谦想入职我们公司 他在美国读传播的 想来我们这座宣传主管 还有这种事 我火更大了 我还是股东吗 这种事都不告诉我 聂云又拿出一份资料 我要出差 明天他的面试 你去负责吧 好家伙 要面试情敌 那我得拿出真本事了 连夜做spa 去死皮 做造型 面试当天 冯谦信心满满来了 结果看面试官是我 他态度大转变 怎么是杜小姐 你来面 不怎么合适吧 我坐进主面试官的位置 公事公办地告诉他 夜总出差 我就是公司负责人 杜小姐 是觉得 哪里不合适 隔行如隔山 我是美国 L大传播学硕士 杜小姐 没记错 是你读的是环境工程 小样 拿学历百谱 我笑了 我管上百人 清北一抓一把 HR忍不住对了他 公司从起步阶段 运营销售这块业务 一直都是杜总在负责 成绩亮眼 你来面试 难道连这都不知道 看来你对我私了解不深啊 杜霜表情不好看 我这样的高端人才 更需要了解战略层面的信息 他长得漂亮 又有跟聂云这层关系 以为对offer十拿九稳 没想到 遇到我跟HR两座大山 我闲闲靠着座椅 告诉他 任何一家公司 都是领导少 员工多 难道要领导 修满所有科目 再去管员工 冯小姐的想法 有点天真啊 这场面试 可把我面爽了 结束后 我在电话里告诉聂云 他不合适 他说明白 我相信你的专业判断 我仔细听他的声音 没有不悦 没有反感 他好像真的是 全心全意地信赖着我 我压抑了好多天的心情 终于有了松动的痕迹 我不喜欢他 聂总你 不会觉得 我在公报丝绸吗 聂云的嗓音 从电话那端滴滴传来 你生我气 但不会生公司的气 而且你是重要股东 很多事 他都得配合你 如果一开始就合不来 也没必要勉强 我开心了 说实话 但他要真是牛逼人才 我肯定愿意收下 但实际上 他的实力与薪资水平 不符合我们要求 仅此而已 没挂电话 聂云微信 发来一张天空的照片 他问我 你看这像什么 我认真端向照片里的 蓝天白云 像啥 猪妖子 他沉默 恨铁不成钢地说 你不觉得 这像爱心吗 聂云深呼吸口气 重新调整好语气 杜霜 你上次说能管你的男人 除了爸爸 就是男朋友 那老板不能算在内吗 我的心再次悬空 晃晃悠悠 激动依旧 跟大学时一模一样 我的心 怎么只能在这片土壤里 也满生长 我稳住心跳 温升悔 老板 又不能发我一辈子工资 也是 你说得对 念云顺势改口 那如果 我不做老板 做你男朋友 你觉得可行吗 几天后 冯谦又来了我们公司 这次 他是以某传媒集团 新任副主编身份 来采访念云 我不想去 借故说有事 主要 那晚念云表白完后 我有点不知所措 脑子一团乱 幸福来得太快 我有种接不住的慌张感 行政主管却说 念总叮嘱你一定要来 杜总 您就别让我难做了 我去到会议室 里头灯光师已经不好场 逢谦身穿职业装 对我投来一个冷冰冰的笑 他问的一个问题是 念总 作为如今市场上 最炙手可热的科创企业 你创业的最大力量是什么 这个问题好无聊 我打哈欠 肯定是一些套话了 什么为社会进步 贡献多一份力之类 谁知 念云眼睛一转 目光越过逢千 直接落到了后面的角落 准确来说 是我身上 我创业最大的动力 是我的合伙人 他声音清朗 每个字都能让大家听得到 美光灯下 他一本正经地对我微笑 也是我的喜欢的人 杜霜 太突然了 别说我 其他员工都是一脸猛逼 停滞片刻 所有人都挖屋地欢呼起来 冯谦也是没想到 一贯内敛的聂云能说出这话 他屡次想拉回正题 但聂云直接当没听到 我捂着嘴 心如雷鼓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当时我创业 找投资很困难 是你放弃了 很多优质的offer 拿着所有的积蓄来支持我 是的 我当时把所有积蓄 连同嫁妆砸了进去 他人帅 喜欢他的女人多 有个白富美想通过注资的方式 获取他好感 直接被拒 我怕他拒绝我 所以还故意强调 我入股 可不是因为你 我喜欢的是别人 只是看好你公司的未来 你可要给我赚很多的钱才够哦 聂云抿了抿唇 耳根特别红 创业最艰难的时候 账上都没什么钱了 我们只能住81晚的招待所 晚上停电停水 我去楼下买水 帮你洗头 楼很老 很黑 一路上我又想 实在不行就放弃了吧 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 你不是没有选择的女孩 只要你想 你完全可以找一个安稳的工作 可你一点抱怨也没有 还背着明天路眼要讲的东西 那些都是技术类的资料 你知道我不爱对客户 所以总是你去 我当时就想 聂云 你真怂 他眼底成满温柔 嗓音震战 我没有退缩的余地 我必须成功 为了你 聂云也不管采访了 直接来到我面前 在其他员工的掌声中 郑重地牵起我的手 杜霜 你现在愿意从股东 变成老板娘吗 我感动地哭了 一边点头 一边扑进聂云怀抱里 胸肌是我的 帅哥也是我的 这下连公司都要是我的了 我刚为了应对逢迁 特意化了特别妖艳见货的妆 这下全酷化了 聂云温柔地给我擦干泪 等着我的回复 我哽咽着说 那以后能不能我给你发工资 聂云顺从地报警我 说好啊 你管我 发多少都行 我深吸一口气 两手缓住他脖子 往聂云脸上飞快亲了一下 然后对大家宣布 聂总 下个月只发2800 我更正 我是最低职工工资是1800 就发这个数 员工们纷纷大喊撒狗粮了 这狗粮多得吃不下去了 我把聂云抱得更紧 后来 我问起他 为什么不早点表白 聂云提起 就无语 谁让你隔三差五说不喜欢我 创业也只是看好项目 不是因为我 我根本不敢直说 好吧 我笑喷了 原来演技太好也是问题 我凑过去 捧住他的俊脸 送上一个吻 他呼吸乱了 但还是缓了片刻 然后一下 将我压在沙发里 我顿时陷进柔软的小牛皮沙发里 我没有反抗的力气 只笑着看他 聂云固住我的腰 稍稍往上一送 这样的姿势会更加方便接吻 恋爱关系确定后 我们进展飞速 每天就是搞事业谈恋爱 日子甜的冒泡 我把家到的各种公仔 摆在他车里 有次投资人上车 笑出声 聂总 你这车怎么整地跟迪士尼似的 聂云从前视镜里看我 我坐后面偷笑 他眉眼弯弯 宠溺地笑 嗯 我女朋友喜欢 他还说 婚礼想去迪士尼呢 没想到 我们恋爱 逢签背后告状去了 那天是我搬到聂云家 正是同居第一天 我们正窝在沙发上选家具呢 聂家爸妈没打招呼 带着逢签 直接杀上门了 看到成双成对的鞋子 聂妈愤怒了 不行 这个媳妇我不认 我就要牵牵 聂云把我挡在身后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他已经背后跟爸妈起了好多次冲突了 现在都很淡定了 面对怒火中烧的妈 她只是冷静地说 杜双是我们公司大股东 现在她才是我老板 她毫不留情地对爸妈放大招了 所以请不要乱插手 得罪我的老板 聂家爸妈怂了 看吧 绝对的利益面前 他们也没话说 我给老人家冲了热茶 聂妈一屁股坐沙发上 就是不喝 聂云接过那杯 自己喝了 聂妈还是不甘心 她是看着冯迁长大的 打心眼里当女儿 聂云 冯迁哪里不好 你们都那么多年 有点小误会 也早该解开的 聂爸也帮腔 对啊 千千当时去美国 也是为了学业 都可以理解的呀 冯迁垂着眉妆可怜 劝聂妈 阿姨算了 聂云肯定还生我气 你们不要让她难做了 啥意思 说得聂云跟我一起 是为了气她似的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我不生你气 逢迁 聂云放下茶杯 她只想早点结束这场闹剧 所以对在场的所有人说 我不可能跟她一起 因为她本身 不喜欢我 也不喜欢男人 什么意思 我都傻眼了 这话 信息量爆炸 冯迁跟被戳中痛点一样 猛地站了起来 聂云你乱说什么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请不要污蔑我 是不是污蔑 你心里清楚 聂云情绪很淡 我觉得 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坦承自己的喜好 对大家都公平 这些年 我都在为你打掩护 大学时 你用我的名义 在校外租房 跟同系师姐同居 我可以不管 那次你跟女朋友分手 你来找我哭诉 对杜霜看见了 我跟她还在暧昧期 你说会帮我去解释 结果你说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让我跟杜霜 互相误会好久 你想让我当你的幌子 因为你需要一个 优秀的男友 优秀的老公 你想在社会上有地位 你想爱情 与面子双丰收 当然可以 但我没有义务帮你了 说完这些 聂云二话不说 拉着我的手走了 留下冯谦 跟聂家爸妈 面面相去 上了车后我还猛 聂云贴心地 给我系上安全带 你们没同居过 那你为什么愿意 替他挡那么多年 聂云叹了生气 你没发现 在热的天 冯谦都没穿过短袖吗 我仔细一想 好像真是 可有什么关系吗 小学三年级 我们一起玩鞭炮 我贪婪造成了事故 鞭炮炸了 他身上流了严重烧伤 他后来交女朋友 说因为自卑 没办法跟异性接触 我不懂心理学 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不是借口 我欠了他 我爸妈也总说 我家欠了他 对他很愧疚 从小到大 他要什么 我们都尽力满足 我之前真以为 你喜欢别人 所以一直没告诉你 这事 现在他回国 不想跟家里人坦诚 还想要个知根知底 能配合他的老公 难怪他要拆散我们 也难怪那次相亲会 聂云强硬地把人带走 不让他继续祸害别人 那就过分了 聂云也有自己的生活呀 怎么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地利用 反正撕破脸后 聂家爸妈再没找过我查 后来我们重新在公司附近买了套新房 三房一听 用聂云的话来说 太大不好 万一亲戚来了 就有借口让大家住酒店了 他的东西不多 一下就搬完了 我的就太多了 光衣服就挤车都搬不完 我们的一堆东西混在一起 我收拾时 忽然发现他有个大箱子 箱子很大 里头东西却很轻 我晃了晃 想问聂云 发现他还在忙着布置卧室 我就拆开看了看 箱子里头 居然是好多奶茶杯 包装好熟 分明就是当年我给他买的 那家奶茶店的瓶子上 都有不一样的祝福 我每次提着一袋去实验室 会偷偷地 把最好的祝福拿给聂云 我喜欢他 想把天底下最好的事 都送给他 没想到 这些他都洗干净留着 珍藏到现在 我暗恋他 原来他也喜欢着我 我鼻子好酸 跑到厨房 从后头环抱住聂云的腰 怎么了 他被我吓一跳 转过身来 把我按进怀里 我想起这些年 我们那些无谓的坚持 努力 好像在某个时候 所有付出的点滴 都借出了果实 我擦擦眼泪 撒娇说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喝奶茶了 聂云与我对视 他看到了那个打开的箱子 一下明白了我 为什么哭 他跟我额头相抵 温柔的眼里 倒映着时光于此刻的我 那好 今天就去学校那家奶茶店吧 谢谢大家